好 朋友们咱们开始上课 咱们这几课呢 复习电路的识别与设计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电路的识别 这电路识别主要认识电路的什么呢 要看看电路里面哪有短路的 电路的串变原是什么样 那是咱们这几课的内容 在咱们下几课呀 也是重点去复习电路分析 那下几课要是看的是电路里面含有电流表的 那咱们这几课简单一点 电路里面不还表 那咱们先在复习电路之前呢 咱们先把电流的识识给复习一下 告诉我电流是怎么形成的 正电荷的定向移动 正电荷的定向移动是不是啊 是 其实负电荷不能定向移动吗 可以 也可以 那这里面正电荷定向移动可以形成电流 负电荷定向移动能不能形成电流 也可以 也可以的 只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都会形成什么呀 电流 但这个电荷一定是自由电荷 这个自由电荷 什么叫自由电荷呢 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但是在一个东西的情况下 什么东西呢 就咱们将要复习到的电压 在电压的作用下 大量的自由电荷会往这一个方向跑 它就会形成什么呀 电流 但正电荷定向移动可以形成电流 负电荷定向移动也可以形成电流 但是正负电荷它的移动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要规定电流方向的话 以谁为准呢 正电荷 以正电荷定向移动方向 正电荷定向移动方向 就是我们规定的电流方向 那就是我们规定的电流方向 跟负电荷电荷移动方向有什么关系 相反的 相反的 就是我们规定的电流方向 与负电荷的定向移动方向是相反的 那电流是有大小的 那测量电流的大小 我们记得用什么 电流表 电流表 电流表这个东西啊 它内部的电阻 但咱们还没识到电阻 没复识到电阻 电阻很小很小 它在电路里面相当于一个 一个导线 相当于一个导线 那这个使用电流表的时候 非常非常注意 在使用之前咱们第一步要干嘛来着 要把它指针调到 零 调到零的 就是调零是不是啊 调零 不调零就不能用 我用了不标准 然后呢 怎么就到电路里面去 串连 串进去是不是啊 就它一根导线嘛 然后呢 串进去你就 电流要进电流表是不是啊 是 从哪进从哪出来着 正进复处 从它的正进复处出 要不然的话 指针就会向相反方向 偏转 就是向没有刻度的方向偏转 还有什么来着 电流表量成有两个 是不是啊 常见的是零到零点六 一个是零到三 那我选哪个呢 试处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先用试处的方法 是不是啊 先试出大量成的 然后再试出 小量成的 小量成的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然后 还有一句话是 我们看一下 条铃串联 正进复处 释出 还有一个不可直接接在电源两节 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在电源两节啊 短路了 电流表相当于根 导线 相当于根导线 它不能直接接在电源两节 那这样的话 电源就完了 好 电流的单位是什么来着 安培 伟大的物理学家安培是吧 嗯 安培 好 咱们浮一下电路 电路的组成 电路组成由哪几部分来着 电源 电源提供电能的是不是啊 嗯 还有呢 优接器 就是转化电能的 也就是消耗电能的 运电器是不是啊 还有 导线 导线是不是啊 开关 输动电能的导线 还有什么 开关 控制电路的 开关 任何一个完整的电路 都不能少掉 这其中的任何一个 但不同的电路里面 可能就是开关的多少不一样 可能有的开关很多 还有不同的电路里面 可能用电器的个数不一样 是不是啊 对咱们家庭就是一个电路 家里面电路里面 用电器有很多 有空调 有冰箱 有采电 是吧 是 好 电路有三种状态 那三种来着 通路 通路 就是处处连通的 用电器可以正常工作的 是不是啊 还有呢 断路 断路是不是啊 开关断开的 或者电路里面有灯色断开的 或者有接触不良的 就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的 就没有电流的 我们把这叫断路 是不是啊 还有一种呢 短路 最重要的是短路 什么叫短路 有局部短路和缺部短路 还分为两种 一种叫局部短路 一种叫全部短路 是不是啊 全部短路 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 电源 电源短路 就是用一根导线 直接干嘛来着 接电源的征服劫 接电源的征服劫 那这样的话 电源就危险了 因为电流太大 还有一种叫什么短路 是直路的 就是用电器 就用电器被短路 是不是啊 就是可能是一个用电器的 两级 或者两个用电器 或者几个用电器 它是正负级 直接被一根导线连上了 这叫局部短路 我们有时候把它叫 用电器短路 用电器短路的后果是 这个用电器就没有电流经过了 它就不工作了 是不是啊 好 所以电路的三种状态 那好 状态也学了 组织也学了 那这电路是怎么连接的 这是核心 电学的核心 这两种 一种是 串联 一种是串联 另一种是 定连 定连 一种是串联 一种是并联 但这个地方咱们有同学 老犯一个错误 认为串联 开关可以控制整个电路 并联就不可以了 其实并联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 那开关搁哪就可以了 电源旁边 电源旁边 实际上也就是在 干路上 是不是啊 也就是在干路上面啊 也就是一个开关 可以控制所有的电器 串联是不用说了 是肯定的 这个并联呢 咱们只要把开关 放干路上面的话 它也是可以控制整个电路的 当然要是放在支路上面 只能控制这一条支路了 是不是啊 好了这个啊 那这串变连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串联啊 它是怎么接的是 手尾顺此相连 就是它的这个吉他付的 就是就一条线串起来 跟摇串似的 串起来 是不是啊 嗯 然后呢 如果串联电路中 有一处断开的话 那整个电路怎么样 断开了 就全断了是不是啊 是 全断了啊 一断全断 要一短呢 不影响 其他不影响是不是啊 嗯 但这个地方指的是用电器 就你把其中一个用电器短路的话 在另一个用电器 可能没什么影响 但这不是绝对的啊 有时候也会有影响 嗯 但你别去把电源给短了是不是啊 你要给电源短了谁都不亮了 那电源可能着火亮了啊 并联 并联是 它不是一条路是不是啊 嗯 中间有好多什么呀 支路 支路 有好多支路 然后呢 如果要短路的话 一短就会什么呀 全部短了啊 这个咱们同学可能想象不到 画下图啊 你比如说 这两个灯什么脸呢 串脸还并脸这两个灯 并脸 并脸 我开关闭合两个灯都亮了是不是啊 嗯 现在我用一条线这样 这把谁给短路了 把电源 是把所有的都短路了 嗯 咱们可能一眼看的就是 哎 把上面这个灯短路了是不是啊 嗯 其实你可以再放这样看 我这一条线 不就把它也给短路了吗 是不是啊 是 我眼光再放圆一点 我可以往下看 这条线这样 是把电源也短了 是 所以并脸 有一个游电器 或者有一条支路被短了 整个电路全部被短路 但下面还有一句话 如果是一个断开的话 对其他的没有影响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它指的就是什么呀 说比如说这条支路断开了 这个灯不亮是不是啊 嗯 但这条路有没有影响 没影响 是没有影响的 你比如晚上在家里面 你说我把客厅的灯给关了 哎 你握住的灯不一定被你关了 是不是啊 因为他们两点之间是并联的 但是他们理解指的是 这个一段 其他不影响 我们就理解成一段 是支路之间的 你比理解成这个地方 那要是干路一段的话 整个电路怎么样呀 全断了 也全断了 好了 就是这个 其实啊 咱们真正将来学电学 继续大体的时候 在电路分析的时候 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 判断串并联 主要还是看电流分叉 不分叉 串联电流分叉吗 不分叉 串联电流是不分叉的 所以这串联流过 每一个用电器的电流 是什么关系 相等的 是相等的 串联的电流是相等的 这个并联跟电流 并联跟串联最大的区别是 并联的电流是要分叉的 那就分叉的话呢 干路电流到支路呢 会分成好多个支路 那它的电流关系是 干路电流等于 各支路核 各支路的电流核 干路电流等于 各支路的电流之核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串并联电流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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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